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兄弟的日籍羊頭牧田和酒昨天已經正式遭到註銷 所以今年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再看到 核制潛水艇與終止異軍的舞台上亮相了 對於兄弟球們而言 這應該不是一件可惜的事 因為牧田竟然來終止之後 六場的異軍後援出賽 防御率高達8.44 在5.1局投球中挨了14自安打 包括陳潔線的三分炮 就算在二軍他的壓制力也是普普通通 最終迎來被註銷的結果也確實是在意料之中的 而在中華之邦的歷史上 其實也有不少日籍羊將 像木田和酒一樣擁有顯赫的日籍或大檸檬之力 結果來到台灣之後卻繳出不服期待的身手 今天我最挑出的十位 接下來讓我透過本集影片 一一來喚起大家的記憶吧 照慣例我們從近代往回推 首先來看2007年藍綠熊隊的羊頭林慕成 身材高大的林慕成 是少數在高中時期就旅美發展的日本選手 加盟水手之後在1996年登上大聯盟 從水手、皇家、洛基再到釀酒人 合集有過117場出賽 當中包括67場先發 拿下16勝31敗防禦率5.72的成績 但仍在大聯盟待上6個球技 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 2002年以億元的簽約金凡日 林慕成在歐利斯的表現卻是步步通通 後來先是轉往墨西哥聯盟 甚至用回美國加盟小熊 嘗試要回到大聯盟 但最終都未能如願 所以在2007年8月中旬來到了台灣 成了當時終止史上第二位 有大聯盟私利的一擊養頭 雖然林慕成當年寂寞才來到熊隊 但很快就以飆破150的火球 被定位為守護神 後來熊隊還將他帶進總冠軍賽 在第七戰後援三局狂飆7K 我至今都還印象深刻 但到了隔年熊隊跟他許約 結果才投了五場比賽 防禦率卻高達11.57 林慕成很快就被換掉 改由飛鵬接體 而這個選擇事後來看 當然是非常正確的 第二位跟林慕成同樣 在2007年來台 他是加盟信用牛隊的直草宇宙 擁有14年日職經歷的他 曾經在甲子園投過一場無暗打比賽 後來透過選秀加入火腿 一度站穩一軍輪值 在1996-98年有超過50場的先發記錄 剩下後期轉戰後援 表現也沒有遜色太多 甚至在火腿的最後一年 都還有單季超過50場的後援出賽 讓他離開日職的主因 第一是年紀 第二則是右手手受傷 所以在2005年遭到釋出 隔年轉戰的軟營 他也無法回到一軍舞台 恰巧遇到新弄牛派出領隊 跟投手教練到日本找洋將 智草宇宙在在另外測試會上 展現自己還有145公里以上球速的能力 因而被牛隊向重 在37歲時來到台灣發展 然而在牛隊開季登陸的三名日吉洋頭中 智草宇宙的壓制力跟警長友和 還有力田雄界明顯是有差距的 先發步行後援也不太行 連一個半季都撐不下去 合計16場出賽防律高達5.84 5月中就遭到解約 離台後他回到火腿帶來球探 2016年還因為要看亞青賽 來台灣跟昔日的老戰友葉君章見上一面 可惜當時的客座教練要約 至今還尚未成真 再來往前一年來到2006 兄弟向這一年有兩位日吉洋頭登陸 一個是老面孔洋附帖 另外一個則是符合本集主題的投手 中村準人 說起2001年的世界盃 大家都知道 季軍賽對日本開紅的重要隊打者 名字叫做陳清風 但很少人記得 那個被陳清風炮紅的投手 其實就是中村準人 雖然僅有5年的日子義軍經歷 但中村的初登板 就對歐麗士拿下了玩風勝 72年14場先發 就有3場玩風紀錄 讓火腿球迷對他的未來發展相當期待 想不到後來火腿政權轉移 由外籍總教練希爾曼上任 中村主動提出希望被交易 起先去到的巨人轉後援的表現並不差 卻因為腰傷讓出賽數大幅減少 05年季末就遭到了戰力外 2006年季中 兄弟向總教練吳斯賢 透過日本友人的引劍 將中村找來台灣 希望能夠補上養富鐵離隊的空缺 想不到他實際來台只丟兩場 合計1.2局丟2分 相對就閃電將他解決 可能是他們當時戰績太差 球團顯得更沒耐心 後來中村離開了棒球界 轉而在東京新宿開了燒肉店 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去照照看喔 接下來看到2005年 這一年統一、成太跟兄弟 都有找日籍的大咖養獎 最後的結果卻都是失敗收場 首先看到效力統一式的成本年秀 1996年以單屆23次救援 拿下楊年第一的他 是羅德曾經依賴的守護神 雖然一度殷傷所苦 但轉戰板神之後大復活 又一次收下單屆20次救援 還獲得了東山再起獎的肯定 可惜隔年傷勢再度找上門 被板神釋出之後去楊二多也無法重新振作 2004年季末就遭到日籍淘汰 2005年統一是同時邀請成本年秀 還有戲劍合室 兩位只有日籍一軍自立的投手來台測試 最終他們只留下了37歲的成本年秀 跟救援王凱薩、林登還有蓋達 用三頭一野的陣容來開季 然而成本年秀卻在立場開打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就出現右手疼痛的問題 最後一場先發只投了0.1局提前退場 結果失隊馬上啟用備胎 讓阿波羅頂替他的位置 所以這位日籍名將只留下6場的出賽 就黯然離胎 他也決定直接卸下全人身份 回到日籍擔任教練 第二個則是陳泰找來的佐藤秀樹 他曾經是中日龍隊 引頸期盼的第一指名大物 1994年成為隊上的主力銜發 當年還有五場玩頭紀錄 可惜站穩一軍的時間不長 後來陸續去到西武、楊樂多 也都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 2005年季前 陳泰從日籍在立外測試會中 挖掘了佐藤秀樹 把他跟三騎有合一起帶來台灣 當時佐藤已經34歲 雖然不像三騎年輕 但擁有多年的日籍一軍經歷 想不到兩人最終的成績半斤八兩 佐藤秀樹六場先發 有三場頭部滿五局 很快就被信仰頭米利威給取代了 但有趣的是 因為佐藤的年薪高達一千兩保安日比 而且陳泰跟他簽的是一年保證約 實在捨不得這麼快就讓他走 所以乾脆安排佐藤轉任助理特殊教練 輔佐總教練郭泰遠 最後他也真的待到球季結束 甚至還跟陳泰一起去打總冠軍賽 隔年無複聯接掌兵符 教練團重新改組 佐藤當然也就沒有繼續留下了 看到這個例子我不僅也在思考 木田何九現在被兄弟註銷之後 還繼續留在台灣規劃下一步 球團也說要跟經濟公司討論 暫時不會讓他回去日本 說不定他會成為另外一個佐藤秀樹 也有可能喔 回到正題講完了同一 陳泰 那兄弟在2005年找來的這個大開洋頭 非常巧 跟陳泰同樣是日籍的第一指名 他的名字叫做武藤潤一郎 武藤的日籍生涯從羅德起步 前幾年一直沒有發揮出第一指名的身手 是到了快30歲的年紀才終於串出頭 1998年開始暫穩輪植 還有兩場完封的紀錄 雖然後期陸續倒過火腿、洗舞 可惜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樂軍 在前隊友橫田九澤的介紹下 武藤潤一郎決定來台發展 自己前原本被定位為守護神 想不到因為輪植的表現太差 到總開季沒多久 就決定把武藤拉往先發 老實說他的表現不算差 單季六勝失敗的毛利3.51 可以說是本集影片中成績最好的 至少能夠吃舉數 而且一路帶到球季末 只是跟相對交換團的預期成績 還是有一段落差 隔年沒有獲得續約的武藤 並沒有舊詞與終止決緣 2009年他在劉志生領隊的邀請下 加入新龍牛教練團 從一軍投手教練 二軍投手教練 再到總教練 執教情況並沒有牛隊想像的好 所以實際上只待一年 後來就回到了日本 開設棒球器材用品店 再來進入2004年 有兩位日籍投手符合本集的主題 第一個是陳太找來的野村貴人 身材較少的野村 跟前面提到的林沃澄一樣 都是兼具日子還有大聯盟經歷 但兩者的差別在於野村貴人是進入日職 後來才拼到了大聯盟 從新的年在歐立世開始 他一直是隊上的主力左手後援 由逼近幽靈的球速 同時具備強大的黑弓 野村貴人加盟釀九人隊 卻明顯是月籍打怪 只待了一個多月就被下放小聯盟 有下21場出賽 防禦率8.56的成績 隔年回到日職 希望在火腿重新開始 卻一直丟不出成績 被釋出之後 33歲的他決定來到台灣 成為忠實歷史上第一個 有大聯盟經歷的日職養頭 想不到野村只丟了一場 對藍綠熊先發四局掉兩分 表現其實不會太差 結果陳泰居然直接就跟他說再見 現在回頭來看真的覺得蠻奇怪的 回日本之後 野村就消失在棒球圈中 後來受訪時坦承自己吸食毒品 甚至還爆料在巨人時期 有拿毒品給500轟的名將 清源和波吸食 引發了軒然大波 現在野村已經戒毒成功 轉行當農夫 也兼職YouTuber 過上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第二個則是效力 藍綠熊隊的入來志 有12年日職加一年寒職經歷了他 聖養起步是從歐麗士前生的 靜田某種開始 入來志主要擔任後援角色 偶爾也會支援先發 但不同於大多數投手 入來志可以說是大隻雞曼蹄的經典禮子 因為他職業生涯的巔峰 是出現在34歲 2001年入來志已經經歷一次被釋出的命運 轉到養樂多之後卻突然大復活 首度拿下單計時勝的戰鬥輪職 法律力壓在2.85 還跟效力巨人的弟弟 入來右座一起入選競爭新賽 真的是那一年養樂多的大驚奇 此可惜隔年他無法再複製這樣的好成績 一開日職之後一度前往韓國加盟豆山熊 即便已經36歲 還是能夠在單計時下超過150局 2004年則透過知名經紀人團野村的營建 接受藍綠熊的邀約 首度來到台灣打球 老實說入來志帳面成績看起來普通 合計4勝6敗防禦率3.39 但仔細看內容 他11場先發中有7場至少投滿7局 當中包括三場碗頭 還有一顆特殊的蝴蝶球 卻在季中就遭到熊隊解約 我自己是覺得蠻不合理的 或許這背後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被解約之後入來志就選擇急流勇退 再也沒有回到棒球界了 接下來我們拉回1990年代 先來看1999年三傷虎隊的羊頭 竹利里 第一間側頭的他最早是在日職 效力軟移前身大容應對 竹利里雖然只有5年的一軍之力 但也曾經是應對的竹利先發 聖亞首勝是對羅德演出晚風拿下的 1993年單計吃下超過140局 還有6場碗頭的紀錄可以說是非常耐頭 1999年紀前 過往只找過一位日籍羊將 終井生枝的三傷虎隊 在日籍總教練周圍效益上任之後 一口氣找來了竹利里跟宮下大福兩位 可惜來台灣效益的時間都極為短暫 竹利里雖然一度接下守護神的職務 但實際也只有7場出賽 後來三傷虎解散之後當然沒有再留下 31歲的他也沒有選擇繼續打球 而是就此卸下了全身份 最後則是日籍羊炮壓軸登場 在中華職棒歷史上 一共也才10位的日籍打者 有過終止一軍的出賽紀錄 這當中次力最顯赫的 一定就是1993年效力俊國熊的立花一家了 立花一家擁有第一指名等級的期待 在奇遇習武士的前身 黃冠打火機師還存在的年代 就已經進入日籍打拼 有長達15年的經歷 在一軍累計破千場出賽 也跟東方特快車郭太元當過多年隊友 來到中華職棒時已經是35歲的年紀了 1993年俊國熊跟時報應一起進入職棒 熊隊出賽總教練不但採用日籍的四綱效 連洋將都很日 除了立花一家以外 還有成田信陽、野中尊治 季前甚至前往沖繩遺地集訓 自力顯赫的立花一家 也成為俊國熊第一代的四棒 來台第二戰就砲轟兄弟相 幫助熊隊拿下對始首勝 但以整技表現來看 立花一家當年打擊率2成95 只有貢獻四轟29分打點 其實並不符合我們隊友養炮的期待 格連他也沒有獲得續約 回到日本轉任教練 來來去去帶過非常多球隊 包括軟銀、歐力士、西武、羅德 今年又前往樂田 目前還是現役的一軍打擊教練 直教生涯已經超過20個年頭 對於棒球的熱愛 真的讓大家都非常佩服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這10個資歷顯赫的日記洋將 你對誰最有影響呢? 歡迎在接下來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利 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閃利探訪生活 那我們下次見 掰